为在南投国庆乡的佛光山清德寺 这一次受到县长林明珍的邀请 来到了2020南投灯会 并且以行道天下 浮满人间为主题 设置了华灯区 而其中的大佛大转法轮的作品 相当庄严又美丽 灯区更有扣钟的体验 还可以抽大佛法语 让大家省思开智慧 而主办单位也欢迎大家 来逛佛光山灯区 一起祈求平安幸福 在佛光山清德寺住持 慧龙师傅的带领下 县长林明珍端着明灯 祈求宪明都可以健康平安 宪政顺利 接下来进行扣钟的动作 由抚慰人心 及平息干戈的意义 他们设置的非常的虚拟 还有敲钟 你心理上有什么训练 你就在敲钟之后就祈祷 相信侯主会保佑你 能够达到你的训练完成 这都非常有意义的 翻脸各位 你有什么心事 想要请侯主来保佑你 你就来敲钟 相信侯主一定会 把你的信念 在今年里面把它完成 佛光山清德寺 这次受到县长林明珍邀请 来到南投灯会设置灯区 以行道天下 浮满人间为主题 里头有大佛转法轮的花灯以外 更以许多陆海空动物 作为花灯设计 传达照护一切众生的观念 南投去佛光会 我们还有彰化的 佛山市的师兄师姐 我们大约在这两 二十天之内 发动到六百多人 六百多人士 来这个地方 来这个地方衡物 很希望大家来这里烘茶 也希望大家来欣赏 欣赏花灯 大家在新年 新细向新年期间 大家都非常快乐 大家都非常的欢乐 愿糊涂在新日期间 保佑大家 行出平安 大家能够心生自在 能够行到天下 浮满人间 民众来到佛光山灯区 也可以去抽大佛法语 替自己的人生问题 提供一些开示 或是体验寇宗 祈求这一年的平安顺利 借雄西脑线采访报道